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侦察队副队长潘自强 涉嫌参与去年一起马台安溪流稻采漂流木的案件 还利用警用的真房车来接应嫌犯违反森林法 遭检调带回侦察 花莲地检署表示因为潘原被列为被告 由检察官带队搜查 搜查组以及个人的宿舍 凤林分局回应 以配合检调的侦察绝不固断 凤林分局回应本案发生在去年12月 神性主嫌侵占漂流木案件 分局侦察队部队长潘原 应与神性嫌疑人有所接触 而被以关系人身份喊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而昨日上午地检署检察官率队支分局 以及部队长住处调取相关资料理清案情 当时本分局侦察队的部队长 应与这个神性的嫌疑人 有所接触和被以关系人的身份 来喊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本22日上午 由地检署检察官率队 至本分局以及攀附队长的住处 来调取相关的资料 离清这个案情 本案已发生后 即由这个警政署 检察局 以及本分局全程掌握 并质检配合这办理 他将秉持这个误望误众 绝不护胆的态度 积极侦办 花莲检调 搜索后将相关人员带回 而全案深入侦办中 警政署阵风市 花莲县警察局阵风市 也到凤林分局调阅侦察队资料 协助厘清案情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